玩到时候这里已经不需要你帮忙了 快回去吧 我自己就可以搞定僵尸 小白麦 你怎么能够把植物都赶走呢 尤其是土豆地雷 一次爆炸就能够炸掉整只大型僵尸呢 表姐 植物有什么厉害的 不但占地方攻击效率又低 还不如我的机关心情靠谱呢 曾经多少僵尸都拜打在我的石榴学下 你就吹吧 僵尸都是植物打败的 我信咱们来比比哪家强 表姐你是认真的吗 待会被僵尸盯上可别怪我不救你 那证明我来放手 你负责染测 首先要挖土块收集多点陷阱材料 直接一铲子落到底 又用的材料都收起来 证明只有投射器肯定防不住僵尸的进攻 再加点白金汤黄就放好了 摔下来肯定屁股很快 放出来的位置没有绿色改压板 待会再布置 妈呀小表妹 我怎么一开始就挖出了僵尸了 僵尸肯定是看你比较笨 容易抓来吃呗 了解你的植物大军呢 要 我也挖到石碑了 把它消掉速册速决 你个带瓜修身想咬我 AP47直接突出带走 小伯妹 你 你也中招了 不慌 下次你就跑到我这来 土豆地雷已经装好 绿皮僵尸来一只抱一只 等僵尸大军来了 你的地雷肯定不够用 我还是跟你挖土骚陷阱吧 又跑出僵尸 那我就不客气救一下表写地雷了 敌人同归一见 真是辛苦你们了 小伯妹你看我的头 只要我戴上了野猪面具 僵尸就不会来吃我了 表姐你幼不幼稚 僵尸才没那么傻 你的小团队一眼就暴露了 到时候第一个吃你 来不及磨蹭了 现在陷阱这么少 根本没办法与夜晚的僵尸抗衡 起码陷阱布置好 才是重重之重 大门前空空的 一点安全感都没有 就能第一次来防射 交错摆放好 让僵尸感受一下脚底按摩的滋味 肯定流血又流泪 还有巨人核心也安排上 激光射线虽然够长 但是攻击范围小 要说的僵尸都是皮糙热厚的 一组十二个激光 就算大僵尸也能被电的手舞阻挡 用半手还给敲一敲 提高远程攻击力 再用电石块给巨人核心通上电 这里有个大大的漏洞 用荧光石块电高三层封起来 还能提高照明封面观察 布置完正好天黑了 迎面而来的是巨型僵尸 正好杀起紧猴 尝尝五头射器的厉害 果然中看不重要 还没走两步就飞天了 嘿 面一被冒出一堆脆皮僵尸 不过命运可想而知 我就不开心了 把楼动不一波 这是啥僵尸 移动速度这么快 被激光烧这么久 又就受第一次的脚底穿心 装酱被走到我跟前 还是回家吃奶吧 把土豆地雷也放上去 你们自修多福吧 臭表姐跑哪去了 小白妹救命啊 这僵尸有越来越多了 我先走一步啊 唉 光什么 没见过世面 在我的领地内 没有僵尸能呼呼十秒钟 我的存在就让他们自愧不如 妈 别靠什么剑 可能还是快吓人的 我数三秒满上天下 唉 我还没开始数呢 里面的陷阱好像不够强 差点让他们闯下来了 把称名也放满激光 让僵尸感受下来 自私民八方的痛苦 绝对成为了 小妹 我搬来几个西瓜头手 专门砸僵尸 配合你的陷阱 肯定是最强组合 看起来效果还不错嘛 僵尸全都被堵在下面进不来了 只要坚持到天亮 我们就胜利了 满地都是专利品 光是站在外面看都瑟瑟发抖了 僵尸怎么可能是我们的对手 植物带身僵尸大获全赤 有了这么强的防护网 表情再也没有担心会被僵尸吃掉啦 护罐